今天开始跟大家聊聊二战那些事 为什么要跟大家聊二战这些事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 而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人类的丑陋杀戮本性 在二战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不要以为打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 任何一部战争电影 看完了你就热血沸腾出去想跟人拼命去 想弄死谁 这都不对 这个片子拍的就利益就有问题 二战是很残酷的 你应该从当中吸取教训 应该反战 止战 爱好和平 这才对 另外二战故事非常多 六年的时间涉及几千万平方公里的战场 1.1亿人口参战 所以二战有很多故事要讲 我要不讲 很多人以为敦克尔克在亚洲 以为英军在那抵抗日军的侵略 张冠李戴了 因此跟大家聊一聊 另外我就是比较喜欢外国的战争史 所以愿意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二战 我讲的比较拿手 我就跟大家聊聊 那么这个二战是德国首先挑起的 这已经是公认的说法了 一战也是德国挑起的 但是有一位旅德的中国学者叫朱维毅 他写了一本书叫寻访二战德国兵 这里边他采访了很多德国的老兵 因为这德国老兵都比较长寿 德国人都比较长寿 那会他参战可能就十几二十郎当岁 里边就写到这么一位德国老兵 这德国老兵就很不服气的发问 说你们公认的二战爆发的标志是什么 说希特勒闪击波兰 老兵说打波兰可不是德国一家干的 那苏联也打了 所以他认为那是德国跟苏联一块发动的第二次战弹 所以由此看来有些亲历者的观点跟教科书上说的是不一样的 这里边虽然有立场的问题 但是不能完全忽视 今天中国的观点还是认为 德国陕纪波兰是二战爆发的标志 那为什么德国率先挑起了二战呢 一战就是他挑起来的 失败了 过了20年又发动了二战 卫毛呢 对吧 倒霉的意大利加进来了 日本也进来了 为什么这几块料凑在一块呢 实际上跟这些个国家在一战后的经历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甚至可以讲一战结束的时候就埋下了二战的种子 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战以同盟国集团的失败而告终 同盟国就四个国家 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都失败了 德国就是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次战争之后就解体了 承达的这个王冠被打翻在地 在德国延续了几百年的霍亨左伦王室下台 那当时的德国是什么情景呢 可以讲啊 那就是世界末日啊 地狱中的这个情景啊 人心惶惶是百叶凋敝 四年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战战 战胜国都惨成啥样了 你说英国 对吧 维多利亚女王以来几十年的这个楚姬啊 扫荡无鱼 战胜国都那样了 你想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 是吧 那他得什么样 德国当时得惨到什么份上 丘吉尔二战时候的这个英国首相 他参加过一战一战的时候是英国海军大臣 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呢 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说一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德国呢 是一片令人沮丧的景象 伴随着日益加剧的听天由命之感 德国人开始感到了不寒而栗 德意志民族已经开始绝望了 士兵们慢慢的显示出他们的郁郁寡欢 丑恶的事时有发生 逃兵增多 度假的士兵不愿意归队 你想啊 仗都打到这份上了 只要不是智商短路 只要不是这个吃鱼让刺卡着了 一般的这个德国兵 甚至包括老百姓 都看出同盟国没戏了 到最后就是吃鱼被刺卡着的都能看出来了 是吧 卡着了 你这俩馒头顺下去不就完了吗 战争打到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时候 德国兵的思想就从胜利转向保命了 是吧 因为没有馒头吃了 同说鱼了 连馒头都没有了 是吧 能被鱼刺卡着的 那都是高官显贵 对吧 那都不是一般人 对吧 那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皇上身边的人 才能被鱼刺卡着 老百姓连馒头都没有 是吧 1916年的冬天 德国城市里吃什么 吃蛮井 就是那种像萝卜像甜菜那种玩意儿 所以这个时候除了希特勒那种傻愤青 傻乎乎的脑子被电梯夹了 除了这样的人之外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没戏了 你都吃大头菜了 这玩意儿在中国是烟咸菜用的 是跟萝卜什么那种东西吗 是吧 面包 面包没有 馒头没有了 卡刺活该 对吧 所以如果是战争接近胜利 眼瞅着我们就要打赢了 是吧 如果我们有胜利的希望 这个战争有好处 那咱就再加一把劲 是吧 赢了之后 瓜分这个战败国 是吧 银子 筹子 瓶子 房子 咱要什么有什么 是吧 但是这战争要有好处的话 咱至于吃不上面包 吃大头菜吗 所以度假不归的这个逃兵就越来越多了 好不容易回国休趟假 全虚全味的回来了 再让我上前线 不就是送死吗 对吧 我当然就不乐意去了 有一德国兵回忆 说苏俄 就是这个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 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根据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合约 释放了一些个这个德国战俘 回国前 这帮人就染上了列宁病毒 什么叫列宁病毒呢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 列宁说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号召推分本国的资产阶级 包括后来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 也是他当奥匈帝国士兵的时候 被俄军俘虏 在俄国战俘营里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可想而知 这些人一回来自然就拒绝再上前线 那军官怎么办 咱讲一战的时候 基本上除了法国和瑞士 欧洲都是帝国 对吧 亡国 那么军官一般都是贵族 军官本来也就看不起这些士兵 怎么办 只能通过打骂责罚士兵 逼他们上前线 说这个德国兵回忆 说这个反对军官无故责骂士兵的活动 就开始蔓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他们虽然严格训练我们 但在物资匮乏的时候 不跟我们同甘共苦 他们都是贵族出身的职业军人 对吧 世袭的 爸爸儿子孙子这么沿袭下来了 特别强调贵族的气派 生活再怎么着 我也得穿军礼服 用银制餐具 得这样活着 你像奥地利军队总司令 这都打仗了 他跟平时的作息时间一样 早上起来八点起床 下午五点以后不办公了 中午穿完饭还得散步 还得干热的 他不可能跟士兵一块 趴兵卧血啃土豆喝袋装咖啡 人不干 除了希特勒这种傻缺 觉得这应该的 所有的士兵对此都特别不满意 打仗就是流我们的血 你挂勋章 你像德国军官家庭能延习二十五代 培养出贵族气质 这个东西不会让他跟这些士兵融合 很多军官广士兵叫会动的灰色牲口 因为一站都是好多国家的军服都是灰色的 拿他们不当人 士兵一瞅 我喝 你平时教导我们玩命 赶着踹着 呼羊似的 让我们血打仗 等真道没吃没喝的时候了 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 我连土豆都吃不上 怎么着 谁玩命去 那么你说除了士兵之外 当时德国老百姓怎么看这场战争 有一个德国普通妇女 家庭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 他说大战之前 人们似乎认为恐怖的战争 即使开始也不会持续几个月以上 像那拿破仑战争 是吧 他说是打了十几年 每一场战争的战役几天就结束了 然后他休战的时间比打仗的时间长 对吧 不会说从头打到尾 打好多年 一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送树士兵出征 说树叶飘落之前 你们就能回家了 卖收的时候 回来收麦子 收麦子 都是朴实的农民组成的 你想大战是1914年8月爆发 欧洲天很冷 我特别有感触 我西游记里边都讲了 欧洲很冷 9月份都掉树叶了 现在北京也都开始掉树叶了 威廉二世成果就是你们一个月就能回来 他的脑子也是停留在拿破仑时代的战争 速战速决 一场混战顶多三天 死不了几个人 结果没想到打了四年多 还不知道战争 啥时候能结束 这玩意儿是没完没了 整天看缺胳膊断腿 少脑壳的 往下送 你这缺胳膊断腿的 残疾人 少脑壳 少脑壳就不能算残疾人了 这个时候 德国的普通市民也看出来了 战争对于德国来讲 毫无希望 物资匮乏 人力匮乏 拼人力的时候 法国人可以招非洲人 甚至可以招越南人来当兵 德国没有那么多殖民地 就是有殖民地 也招不来人 海岛土著 吃人生番 你怎么给运到欧洲来 这些人没法招来 所以越打越没胜算 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 随着英国人的海上封锁被切断了 连德国的乡线妇女 都能从空空荡荡的牲畜牢里 看出德国的赤贫 因为打仗 因为被封锁 德国人元气耗尽 这个时候 那些有良心的叛逆的低声细语 就变成了千百万人的公开意见 1916年 大家跟那啃蛮惊惊的时候 也就是跟那啃大头菜的时候 只有少数人抱怨战争 大多人认为咬一咬牙就过去了 这有什么呢 为了是胜利 打英国 我捐几个月的工资 打俄国 打俄国 我捐一年的工资 打法国 我捐一条命 还这么想呢 现在完蛋了 再打下去 弄不好 就是一个民族的灭亡 当时的德国军队已经无力再战 不过这种失败是具有某种迷惑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一直到1918年 德国军队在西线仍然是保持着进攻态势的 以后包括美国在越南 苏联入侵 阿富汗都是这样 你赢了每一场战斗 但你输了整个战争 一战当中200万德国人死于前线 150万人伤残 还有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 德国国力支撑不住 青壮年男子消耗殆尽 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军官咱们讲了 基本上都是贵族国家的精英阶层 大量死亡 到了这个1918年的10月1号 德国的这个军需总监 就相当于副总参谋长 鲁登道夫将军就跟高级将官们讲 说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蛋了 战争无法取胜 彻底的失败即将到来 鲁登道夫大将是一战的英雄 灵魂人物 他都坦言要完蛋了 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不承认失败 1918年10月25号 指挥过这个日德兰大海战的舌尔海军上将 是德国公海舰队司令 下令吉尔港攻海舰队出海作战 要让舰队出海去攻击英军 他提出的口号啊 巨斗逼 要么辉煌的胜利 要么光荣的沉默 实际上这个德国海军很久没出海了 是吧 日德兰大海战之后就一直闷着 1916年都打不赢 到18年了 燃料都没了 你打鸟粪呢 你打 你打啥 你打鱼 你打毛没得可打了 你让水兵要么辉煌的胜利 要么光荣的沉默 那肯定是光荣沉默 不可能辉煌胜利 怎么可能辉煌胜利呢 所以这时候连傻子都看出来德国没戏了 你还让舰队出海行死去 怎么可能呢 没有意义 死的没有意义 所以四万水兵起义 也不干了 缴死军官 成立苏维埃 爆发十一月革命 德皇威廉二世 仓皇逃往荷兰 宣布退位 直到1941年去世都待在荷兰 祸横左轮王朝到台了